机甲大师RoboMaster SE系列教学视频 单击挑战模式 打开RoboMaster App 进入单击驾驶 点击左上角图标 即可进入单击挑战模式 单击挑战模式有两种 定点射击挑战和移动射击挑战 定点射击挑战 这是一个考验反应力的玩法 玩家需要在有限时间内控制机器人 射击尽可能多的目标 得分高者获胜 首先准备视觉标签1-5 如视频所示 在场地中摆放视觉标签 距离机器人约2米 开始游戏后 FPUE中会随机出现若干打击目标 及关卡倒计时 将准心对准视觉标签 机器人会自动识别视觉标签 按下设计按键 击灭目标即可认为成功设计 每成功设计一个目标 加100分 玩家需要在倒计时结束前 将目标击灭 全部目标击灭即可通关 总共5关 随着关卡的深入 游戏倒计时会越来越快 需要在规定时间内 机灭的目标数量也逐步增加 操控机器人 在原地上移动云台 进行爽快的射击练习 游戏结束时 会自动判定本次得分 通过游戏积分 判定最后的结果和排名 玩家可不断刷新自己的记录 亦可支持多名玩家 一起玩同一台设备 每个玩家可定义自己的名字 移动射击挑战 这是一个考验操控能力的玩法 玩家需要尽快控制机器人 抵达场地的目标点位置 并击灭目标 首先准备视觉标签1-5 如视频所示 在场地中摆放视觉标签 形成赛道 在进入挑战前 可自行设置目标数量1-5 以及射击方式 设置为红外光束模式 玩家需要击灭虚拟标签 设置为水晶弹模式 则需要把视觉标签击倒 即可认为成功射击 开始游戏后 FPV中会出现若干打击目标 即关卡计时器 玩家需要尽快击灭所有目标 每击灭一个目标 右侧将会显示击灭的目标 及对应的时间 全部目标击灭后 即可完成挑战 游戏结束时 会自动判定本次用时成绩 玩家用时越短 历史榜排名越高 可支持多名玩家一起玩同一台设备 轮流挑战最短用时 玩家还可以布置寻线场地 编写寻线设计程序 触发自定义技能 让机器人自主完成任务 以上即为单机挑战模式的介绍 感谢您的观看 唐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